传道书 传道书是圣经智慧文学中的一卷 开篇就说 在耶路撒冷做王 大卫的儿子传道者 Cohelent的言语 在希伯来文中 Cohelent是指某人把众人聚焦在一起 这里指一起学习 所以这个词通常被译成老师 也就是传道者 据说这位传道者是大卫的儿子或者后裔 但人们对此也有其他看法 有人说他就是所罗门王 也有人说他是大卫家族后期的一位王 还有人说这是以色列后期 一位模仿所罗门风格的传道者 不管哪种说法对 重点是这卷书中的传道者只是一个角色 他和本卷书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 虽然这卷书大部分内容都是传道者在讲话 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说话的人 就是写书的匿名作者 他把我们带到传道者面前 并在书卷的最后 归纳总结了传道者教导的所有信息 作者想让我们听传道者的教导 并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教导 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 那这位传道者究竟想说些什么呢 作者在书卷的开篇和结尾 对此做了一个总结 中文圣经中多数把这个词翻译为虚空 这确实抓住了他的原意 西伯来文中 hevel是指争气 烟雾 在这卷书中 传道者用这个词 足有38次 作为比喻 他描述了人生是短暂的 转眼即逝 如同一缕烟雾 此外 他也象征了人生的不可思议和自相矛盾 烟雾看上去是真实的 但伸手去抓 却什么也抓不到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美善的事 然而事事难了 可能当你正要享受时 突遭风云变换 一切都成了泡影 我们有强烈的正义感 但有时好人却遭遇不幸 人生就这样充满了无常 和未知 如同传道者描述的那样 不过是捕风而已 这听起来真是让人沮丧 那么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呢 其实他的主要目的是让传道者帮助我们认清 所有建立在神以外的人生意义与目标是没有价值的 作者认为我们一生花了太多的时间 把精力和情感投入在那些最终没有永恒意义和价值的事情上 他想让传道者给我们上一堂现实的课 在传道书的开篇和结尾能清楚的看到 作者的重点在讲时间和死亡 他说如果你一辈子都是以功成名就来衡量你的人生意义 那么你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岁月的流逝 因为人类富足于世界的所有成果并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的改变 当然你会说我们发展了科技影响了国家的兴衰 但是你去爬山看看自然界会在乎吗 在我们之前这些大山就已经存在 在我们之后他们还会在那 我的意思是说一百年后根本不会有人记得我们做了什么 但是大山依然存在 海浪依然冲刷海岸 太阳照常升起落下 时间终究会抹去你我和我们所在乎的一切 这些已经让人觉得很沮丧了 但整卷书中传道者还在不停的讲死亡 尤其在接近尾声的那首诗 他说死亡是很公平的 它让我们很多日常的生活都变得没有意义 不管你是谁 不论你做过什么 好事或者坏事 我们终将都免不了意思 死亡吞灭了智慧人 愚昧人 有钱人和穷人 全都无一幸免 基于时间和死亡这两个概念 传道者认为我们往往把生命投入在那些虚无的盼望中 就像财富 事业 社会地位等等 以此来寻找生命的价值 他说 你以为在事业上奋斗拼搏 就让你的人生很有价值了吗 想想 你要为此承担的所有压力和付上的各种代价 那些焦虑 那些失眠之夜 OK 总算等到有时间享受了 不过你可能已经太老了 只能把你打下的基业拱手让给别人 而对方还不一定懂得珍惜 或者今朝有酒今朝醉 你认为人生就是一种享乐 那就去吧 各种度假 周末的狂欢 但星期一总会来 总有结束的时候 虚空 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那传道者究竟想主张什么呢 难道我们应该成为纯粹的享乐主义 或者是相对主义者吗 当然不是 这些也是虚空 传道者赞同真言里的观点 那些有智慧和敬畏耶和华的人 是真正受益的人 总而言之 就是你的生活会变得更美好 不过 问题又来了 就算是有智慧和敬畏神 也是虚空 因为这并不能担保会一生无忧 好人也有死于非命 坏人也有偿命又富足 人生实在有太多例外 所以这些都是虚空 但要强调的是 不是说这样没有意义 而是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可思议 它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运作 那我们得怎样才能在虚空中继续活下去呢 这里让人感到矛盾的是 传道者发现在日光之下真正享受生活的关键 是接受虚空 承认生活中所有的事 并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在传道者最凄凉的讲解中 前后大概有六次 他忽然提到神的恩赐 就是享受生活中简单而美好的事 比如友谊 家庭 一顿美食 一个好天气 你无法掌控一切 也不能保证一切 但这正是其美妙之处 当我选择完全信任神的时候 我的心灵就得自由了 可以单纯的享受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 而不是仅仅盯着我所期待的那些 因为即使是我们所期待的 最终也是虚空 虚空 日光之下一切的事 都是虚空 传道者的教导 到此就结束了 最后 本卷书的作者再次总结 他说 传道者的教导 对我们非常重要 这就像牧羊人手中那根 带尖刺的杖 当他戳你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疼 但是他戳你是为了让你醒来 走正确的路 作者也提醒我们 不要把传道者的教导极端化 耗尽一声 埋头在书中 试图解答人生的各样谜题 他说 不要那么做 你永远都不会找到答案 相反 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结论 他说 敬畏神 遵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应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传道者挑战我们那些 不切实际的期盼 其实是一件好事 他也提醒我们 时间和死亡 使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 但是赋予我们生命 真正意义的是 对神审判的期望 有一天 神会清除所有的虚空 为世界带来真正的公义 而这份盼望 促使我们在神面前 过一种诚实 政治的生活 尽管我们依然会面对 人生中难以理解的困惑 这就是传道书的智慧